河北原省委书记之子被通缉,曾获江泽民庇护,被列为中共全球通缉的百名红通贩之一的河北原省委书记,成为高知子陈沐阳,近日再一次被北京当局通缉,当年陈沐阳获江泽民庇护逃往加拿大加美爆料,他在加国身份是沐阳国际总裁,曾在加国买小岛建机场6月6日中共追逃办, 再次以公告刑事,曝光外逃人员线索,成沐阳再一次被通缉,早在2015年,中纪委高调抛出100名国际红色通缉令追逃名单时,成沐阳的名字就赫然在列,根据中纪委当时在官网上发表的天网行动重前出击,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,一文一百名重点追击的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人员, 成沐阳是其中之一中纪委称,坚决要把这些外逃人员抓捕归案,北京公布红色通缉令在逃人员名单,不久同年5月2日加拿大广播公司就在相关报道中,援引加拿大联邦法庭文件, 证实现在身为加拿大温哥华知名房地产商的Marco Chin,与被北京通缉的社开嫌疑人陈沐阳,却系统一人据当时加梅报道,目前陈沐阳在加拿大的公开身份,是沐阳国际的总裁,从事地产开发,与其他一些豪华会所设施经营,在当地颇有些声望, 并曾多次向当地党派捐款加拿大广播电台CBC报道称早在1996年陈沐阳便拿到加拿大绿卡,但始终没能入籍,2001年和2004年,陈沐阳两次入籍申请军委备受理,随后陈沐阳起诉加拿大移民局至联邦法庭,但无果,2012年,转而申请难民身份,但又因涉嫌卷入一宗非法土地买卖, 而遭加拿大难民署拒绝,北京公布红色通缉令后,同年6月23日称,沐阳向加拿大法庭提出诉请,称其应当接受难民保护,并请求法庭复合遣返令程的难民申请,被发回加拿大难民署重审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陈沐阳,于2013年把名字改为Marcushain,并以此名义在温哥华临近海湾,满下一座65公顷的小岛岛上,还建有私人机场,并开发了三个大型商业楼盘 同时陈沐阳还参与了当地的政治与加拿大自由党关系密切,他还曾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自由党的选举活动,捐献7260美元 据路媒报道现年,49岁的陈沐阳,曾依靠其父的关系,担任中国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副经理 1994年至1996年,陈沐阳在河北共向700多家企,也非法收取广告费2900多万元 人民币陈沐阳父亲成为高和江泽民有同乡之意,被认为是江泽民秘友之以上世纪 80年代后期江泽民主政上海时,城市南京市委书记经常相互走动 1990年休江泽民亲自点名将陈维高,调到河北省任代省长 1999年底,中纪委,在调查陈维高的第一秘书李珍的贪腐案的过程中 发现陈维高与其子陈沐阳牵涉其中,正当对李珍的调查逐渐深入之际 2000年8月,听到了风声的陈沐阳,立刻外逃到加拿大,躲过一劫在江泽民的庇护下 中纪委对李珍的调查,始终未能撼动陈维高的地位 直到江泽民退休,正式交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务后 2003年8月,胡锦涛才下令让中纪委对陈维高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将其开除中共党籍,撤销习正部级待遇江泽民的袒护 最终成为高案,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,没被追究刑事责任 直到2010年病死,一直拥有副部级待遇习近平中共十八大善台后 在大陆先行了声势猛烈的反腐运动,继续追杀陈沐阳不过 陈沐阳最终是否能被引渡回国还有待观察 灵 respect词